新华社报道 东海舰艇编队今天上午在西太平洋某海域完成航行综合补给训练 尽管海上风雨交加浪大涌急 综合补给舰鄱阳湖舰还是先后完成了对杭州舰宁波舰的综合补给训练 据介绍海上舰艇编队综合补给训练对舰艇编队远海作战和生存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日媒则关注到中国海军频繁进出太平洋可能是为航母战斗群熟悉水道 此次东海舰队穿越冲绳海域南下太平洋 舰队兵队的阵容让日本媒体和西方媒体暗吃一惊 两艘俄制现代级导弹驱逐舰 两艘最新的054A级导弹护卫舰 以及一艘远洋补给舰 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消息人士称 这支舰艇编队几乎就是解放军东海舰队半个主力阵容 日本防卫省也称这是中国军舰今年第七次通过这一水大 日媒分析 在中国官方公布的此次舰艇编队的训练科目中 为一艘大型水面作战舰艇执行护航 是训练的一项重要内容 韩国《民族日报》则直接说 中国解放军演习为航母护航 法新社的报道指出 此次中国军方非常少见的提前一天公布海军编队 前往西太平洋训练的消息 这显示出中国军方越来越自信 也寓意公开透明 我觉得这里面主要有这么几个考虑 第一个就是无论是航母编队的训练 或者是驱护舰队的一个训练 他们有很多科目是相同的 所以这种训练的话 可以说是为航母以后做了一个铺垫 同时也为现实打赢现实的战争 来做了一个现实战斗力的一个提升和一个维持 所以我觉得从这点来看的话 我们的训练以后应该会加大力度 另外我相信随着整个时间的发展 不仅仅是中国的第一艘航母会走向远洋 另外我们三大舰队也不可能再是孤立的单独的走向远洋 今年中国海军前出第一岛链 赴太平洋执行训练的次数明显增多 包括北海舰队南海舰队都曾出动 中国海军进出太平洋最常用的三条水道 是大宇海峡 宫古海峡以及宇纳国岛复兴海域 而近几次中国海军在往返中都采用了不同的路线 相信是为了熟悉不同水道的环境和该海域的海洋信息 包括钓鱼岛周边的重要海洋资料